民众拿着电脑来咨询 随着使用的年限增加 总会觉得自己的电脑跑很慢 要用大量时间来等待 专业人员针对外观风扇清洁 硬体周边功能检测 记忆体及硬碟功能扫描等进行见解后 主意详细地向民众解说 协助及寻求改善办法 我自己的电脑 我觉得我的电脑速度变得比较慢 感谢议员这么用心 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觉得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 能够把问题说明还有帮忙解决 县远宁有服务处与知名山西连锁厂商合作 办理免费电脑渐渐活动 协助民众与现场咨询就近处理 提升电脑的工作效能 这次与知名的山西连锁厂商来做配合 来到我们地方 来为乡亲免费服务来做义工 今天他们带来的服务是免费的电脑健康检查 我们都知道人需要健康检查 他们也来替大家来服务 来替电脑来健康检查 那这一次呢 很感谢大家南投的所有店家 都派出了店长来为大家服务 都是最专业的 同时呢也可以替大家省下一笔服务费的 费用的部分 电脑开机速度慢 电脑开档案异常缓慢 透过免费电脑健检活动 提供民众究竟解决电脑速度 变慢的问题 很方便因为在家里附近 网页多工处理 或是开两个软体以上 电脑就开始明显的变慢 过来询问一下 有什么设备可以升级这样子 对 C 槽东西存太多 然后他建议有存到另外一个硬碟里面 大概划升级设备的话 大概划2000块以内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蛮合理的 县远宁友友表示 草屯是第一站 接下来会陆续在中疗 南投 景民间等乡镇展开巡回电脑健检活动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记得红一轮小团采访报道 试接下来会陆续在中疗 好